黄紫娇今天的报道呢 说他低调出院了 但是医生讲呢 还不能讲话 在家里休养 然后不能讲话 是因为受伤啊 还是精神状态啊 就没有太讲啊 还是对他的保护啊 也没有太详细的说啊 准确的说法呢 是手上有割上啊 那其实这个黄紫娇 明确的他犯的错误 就是拍裸照和强吻 拍裸照强吻 这种罪 说台湾有这样的罪 严重的 我怕十年 或者十年以上了 但是这个立这个罪名的时候 他这个发生这个事情啊 发生这个事情还没有这个罪名 就是在立这个罪的时候 很久以前他发生这个事 因此 因此现在的法律 或者做不了老 或者最多两年老 我觉得这个就是通过黄紫娇这个事呢 就是我们来理解什么是告密 什么是举报这个事 告密呢 就是把弱者的利益出卖给强者 举报呢 是把这个弱者的这个利益啊 从强者手手里啊 你要回来 也就是举报 那这个黄紫娇 他身边的人 认为他是告密 是可以的 但是比如说我的孩子 就是因为喜欢这些个明星 他喜欢这些个明星 那也是没办法一件事 啊 导致他没办法认识真善美 没办法认识啊 这个上帝佛陀啊 没办法展开人生 就以为这个啊 黄紫娇及黄紫娇周边的13个有问题的明星吗 啊 就以为他们是佛陀了 他们是真善美的化身了 他们是至善的化身了 啊 这个就需要一个叫解构的过程啊 我们年轻人就是啊 崇拜明星 崇拜肉身人 是个必然的 是个大概率的 而一个人成长和成熟呢 就必须从这里解构出来 就是解除对肉身人的崇拜 使自己得到解放 要未然的话呢 就走进了奴役 走进了不自由 那这样看呢 这个黄紫娇这个行为呢 是一种帮助这种人解放 啊 所以说他的这个 啊 他的这个身边人呢 可以说他是告密 恰恰是这些个群体的粉丝 他可以说是一种被解放 啊 也就是啊 黄紫娇是这些人的大英雄 啊 因为他帮他们解构了偶像 啊 是他们啊 尽量的摆脱了这些个明星 对他们人性的压迫和束缚 我觉得是这样吧 啊 啊 感谢观看